没想到没想到 万万没想到 放水两周的帝王计划 终于在季中之前放出了一记王炸 还记得在1959年 被张王崇海拉入地底的博士惠子吗 事实证明惠子并没有死去 而回到基地的肖尔和兰达 当年立马就展开了营救计划 在兰达的理论下 泰坦巨兽并不是单纯地躲藏起来 而是通过曲折的地心隧道 进入了地球内里 这一发现后来在2021年 也直接引发了金刚和哥斯拉的地心大战 然而在航天竞赛 才刚刚兴起的1959年 帝王组织几乎没有任何 可以安全穿越地心的飞行设备 他们拥有的只有当初 由林木博士制造的球形探测器 于是当肖尔带领三名勇士 义无反顾的钻进球舱 所有人都知道 这很有可能将会是一场 有去无回的营救计划 只不过麦克阿瑟将军 根本不关心肖尔他们的死活 他唯一在乎的就是 美国在冷战中 能否再次跑赢当时的苏联 却不料当探测器放入洞中 意外很快就发生了 只见突然一股庞大的引力旋风 从洞内卷出 整个实验场地瞬间乱作一团 吃瓜群众们纷纷四处逃窜隐蔽 而探测器中的肖尔他们 也是一脸的懵逼 但他们现在能做的 也只有听听由命 谁知下一秒 突然一声巨响过后 风暴竟骤然停止 眨眼间一切又再次恢复了平静 然而当兰达惊恐地看向洞口就知道 肖尔他们十有八九 是全军覆没 进入地心计划的失败 让美军对帝王组织失去所有信心 于是他们无限期地暂停了帝王计划 谁知就在二十年后 当所有人就快将帝王组织遗忘时 肖尔静独自一人活着回到了地球表面 而且更离奇的是 在经过了二十年后 他的外貌竟丝毫没有任何变老 仿佛他的年龄完全冻结在了1959年 好在在长大后的大智兰达引导下 他才渐渐想起了 当年进入地心世界发生的可怕一幕 原来当探测器一路尾随着巨兽进入到地心深处 几人就发现他们果然来到了 另一个广袤无垠的陆地表面 这里四周布满了岩石和树木 显然有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 但一名队员还是在坠落过程中当场隐恨 他们剩下的三人只能一边尝试联络基地 一边再将落点进行实地考察 却不料下一秒众人就遭到了巨型生物的袭击 结果两名队员也不幸领了河饭 而肖尔也突然被一道神秘 没想到当他再次醒来 就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地球表面 一系列无法解释的现象 让大致也不敢轻易相信肖尔的话 于是为了保守秘密 帝王组织从此将肖尔软禁在岛国的一家疗养院内 让他每日都过着毫无目的的生活 直到2014年的这一天 肖尔从电视中又再次看到了哥斯拉的身影 他这才突然意识到 如果不将所有通往地心的洞口封住 那泰坦巨兽们就将会一直源源不断地进入人类世界 于是当凯特和剑太郎 第一次带着大致的消息前来找他 肖尔很快就制定了整盘计划 而首先就是在帝王组织中极左一派的帮助下 炸毁了位于阿斯加拉雪山顶端的洞口 只见在数百吨核弹的引爆下 当初差点是他们与死地的开局兽 瞬间就被爆炸引起的风暴卷走 伴随着一声巨响过后 整个洞口成功被当场封死 而接下去的洞口 就是那座位于哈萨克斯坦的废弃核电站 当年惠子在那里遇难的地方 与此同时 人和肖尔就分道扬镳 肖尔致力于炸毁洞口 而凯特他们则打算继续去寻找父亲 但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 三人几乎寸步难行 于是他们只好通过大胡子地母 联系到了帝王组织 没想到一行人阴差阳错 也同时来到了这所核电站 结果就恰好遇到了 即将引爆核弹的肖尔他们 谁知就在双方的僵尸过程中 一只十米高的蟑螂巨虫 突然从地底钻出 混乱中二翠直接不幸掉进了洞中 伴随着核弹爆炸 核电站的洞口也瞬间复制一举 小幸逃过一劫的剑太郎 只好独自一人愧疚地回到了家乡 计划着到五八同城上 找份工作好重新安定下来 谁知不久后父亲大致进意外归来 在得知叔叔肖尔和女儿凯特双双遇难后 一意孤行地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 然而不出意外 另一边的肖尔又再次死里逃生地 从地心世界苏醒过来 而这一次这里宛如白昼 不知名的光源布满了整个天空 很快肖尔就找到了刚刚苏醒的二翠 但却迟迟没有找到和他一同坠下的凯特 就在二人焦急地四处寻找时 凯特也同时在另一处森林中醒来 然而下一秒他就看到了更可怕的存在 只见一只长满獠牙的野猪缓缓地朝他走来 没想到对方在他身上闻过一圈后 竟直接离开 就在凯特庆幸对方估计是只食草动物时 那只野猪怪竟又再次绕了回来 他见状不妙立马四脚并用地向远处爬去 但野猪怪怎么可能轻易地放走到嘴的鸭子 甩开哈喇子便朝着凯特冲了拐 谁知就在这时 突然一道利剑射来 瞬间就赶走了满身尖刺的野猪 而当凯特一脸茫然地扭头看去 接着就看到了更离奇的一幕 他六十年前就应该死去的奶奶 三浦惠子